儿子 这个切药啊 有讲究 你要好好听着啊 切 那这这么小的一段 明白吗 听清楚没有 没问题的 没问题了 试试 试试 你停下 停下 你在干嘛呢 这 爹 你不觉得这 这像个小转吗 这像个小猪 这像个小狗吗 什么小传小猪小狗的 我是要你切药 不是你搞雕刻的 好什么好 儿子要鼓励 鼓励 鼓励 这幸亏是福灵啊 要是人参 他就咔嚓 不把咱们家全咔嚓了 儿子能不费钱吗 我看你就是抠门 家宝啊 作为东家 只要知道他做药的整个流程 主要是学习他的配药 学习他的经营 至于这个切药啊 知道就行了 我们不用自己干 东家就不用干活吗 我不当哦 东家当然要自己干了 要干最难的 最厉害的活啊 最难最厉害的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就是我们店里娘做的颜如玉了 哎呀 我们家宝啊 真聪明 娘做就教你做颜如玉了 好得好得 老婆 老婆 你真的打算叫他治药啊 怎么了 你不要以为他认识几位中药就是天才 他不是这块料 什么不是这块料 我看他比你更有料 不信 我们试试看 儿子 娘教你去做颜如玉 走 走 儿子 娘现在就教你做颜如玉 颜如玉 看好啊 这是茯苓 这是白纸 这个 这是珍珠粉 娘 怎么都是白的 你这就不明白了 这女孩子都喜欢白 这一白就遮三丑 一白遮三丑 我知道了 娘 这是什么 我的小祖宗 这个不刚动的 这是细心很毒的 啊 俗话说得好 细心过前 过前要人的命 但是呢 颜如玉的秘诀 就在细心呢 你看 拿 放上这么一点 娘再给你找个勺子 拿上这个 放上茯苓 茯苓 白纸 白纸 然后 珍珠粉 哦 珍珠粉 再加上蜂蜜 蜂蜜 好 看懂了吗 做好了 娘 你放这么一点点 我怎么看不懂 哎呀 这都不明白 你就照着娘的样子做一遍不就可以了 哦 那我知道了 娘 你站开点 我来 找一根棍子 怎么调半天也调不起来 还是我自己来 这是珍珠粉 很贵的 娘 你不是说有多不坏菜吗 你当是辣椒炒肉 这做药是有剂量的 你真笨蛋 嗯 不好玩了 我还是玩我的小老虎 二子 都怪娘 不好 嘴巴 我的家宝 是最聪明的 来 过来 来 你自己调 娘不作声了 娘不说话了 好的 娘子站着 好 我开始了 好吗 娘 这个可以放吗 可以 娘 你说这个过前要人命的 我放这么点够不够啊 最好少一点点了 我懂了 我懂了 我手一点点 我这么一点点够不够 我放了 我放蜂蜜 我还有一点 我了 儿子 你自己慢慢玩 娘先出去了 走 走 走 婆婆 婆婆怎么样了 眼不见 心不烦 眼不见 心不烦 怎么回事啊 还 还好 还好 手捂住胸口干什么 心痛病啊 棋子是心疼 简直就是心碎 她把我的珍珠粉 把糯米粉全都化光了 没事吧 什么 把珍珠粉全用光了 这下好 你看 咱们非破产不可 还是不够白 哪里还有白的呢 这是白的 蜂蜜 这也是白的 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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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蜂蜜 嗯 嗯 娘说了一百字山诏 我都比娘的还比 我肯定能够一白就白成了 白是绝对不够白 桃 桃 桃花粉 桃花粉 老婆说了 放了桃花粉做的胭脂 最好看